新山高庭今天推翻了地庭的判决 允许反贪会充公涉及罗佛州巨额房产贪污案的三名被告 也就是罗佛州前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迪夫和长子阿玛法乌 以及房屋顾问阿米沙里夫丁将近600万令吉的财产 高庭法院推翻地庭在2019年5月27号 下令将所有充公财产归还给持有者的裁决 法官拿督阿布巴卡认为 地庭法官当时并没有根据反贪会法令第411条文考虑申请 因此做出了有误的判决 法庭还认为反贪会所出示的证据 证明所有涉及的资产都是来自非法收益 也就是贪污所得 辩方申请暂缓充公财产权 已在近期内提出上诉 三名被告因为涉及3500万令吉的房产贪污案 在2017年被反贪会提控 个别面对33项的控诉 历经长达两年的审讯之后 新山地庭 2019年4月21号 采决三人无罪释放 当时反贪会也受到指示 将充公的资产归还三人 同时再感谢您的证据 请您的证据 嗯 感谢观看